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医学与保健 各位同学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医学与保健我们第三个讲次 今天我们将延续上周我们谈到的心脏血管系统 还有呼吸系统之外的其他另外九个系统 我们将分别来介绍他们的功能 所以希望大家学了这一个讲次之后 大家能够学习到的单元目标有 主要我们这个部分要能够希望大家说出 我们在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内分泌 血液淋巴 皮肤 神经 肌肉骨骼 生殖 还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生理功能 是我们这一次的目标 好 我们就要开始来谈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消化系统 大家可以翻开课本的第二十三页 消化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面有一个图形 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消化系统的结构 好 从这张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从嘴巴吃下去食物之后 它会经过咽喉往下经过食道 把食物送到胃里面去进行消化 然后胃呆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继续往下送 送到中间橘色的小肠的一个部位 那小肠有这么一大块 这一大块里面又包含三个部分 十二指肠 空肠跟回肠 换句话来讲 小肠跟胃相交接的地方 叫做十二指肠 然后再来继续往下 小肠把所有的营养都吸收了之后 就会进入到大肠的部分 也就是图片当中的一个绿色的部位 从图片的左下方开始往上 我们把大肠的部分分为生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有些人把它叫做下结肠 还有胰状结肠 那最后的一个肠道的一个部分 叫做直肠 然后从肛门出来 那这整个的一个构造 是食物从上而下通过的一个部位 我们称为消化通道 但是如果单纯只有这个消化通道的话 食物只会从一个地方进去 再从另外一个地方 云风不动的可能再出来 实际上人体是没有办法拿来吸收利用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附属的器官 来帮助吃下去的食物 能够分解成比较小的分子 所以这些附属的器官在消化道里面 最常见的譬如说在口腔里面 会分泌唾液 那在肝脏里面会分泌所谓的胆汁 胰脏会分泌各式各样分解 三种营养素的一些的消化液的存在 所以我刚刚所提到的 唾液 肝脏 还有胰脏 都是属于我们附属器官的一个构造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长的一个部位 那其实医生要在做一些的 鉴别诊断的时候 他也是会试着去做一些的分类 那我们一般会以十二指肠来当作一个分界 也就是说从十道到十二指肠中间的一个问题的话 医生通常会把它统称叫做上消化道 以下十二指肠以下一直到肛门的那个部位 我们会把它称为所谓的下消化道 那所以你可能有时候会听到 医生会说你上消化道 比如说出血 下消化道出血 它的症状其实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刚刚讲 食物经过了这整个食物的通道 然后有消化液的帮助之后 能够吸收的物质 就会经由小肠里面的一些的微血管 把它吸收到血液里面 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被利用 那剩下来没有办法利用的部分 就会变成所谓的粪便 而经由肛门来排出去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详细的一个一个来看 这一些的消化道 它分别的一个功能 好 第一个构造 口腔 口腔它负责咀嚼 搅拌 还有吞咽我们的食物 那它必须要有唾液 才能够把我们吃下去的一个食物 让它润滑 那除了这些的功能之外 唾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能够分解大分子的淀粉 变成比较小分子的麦芽糖 来帮助人体吸收 除此之外 它还能够帮忙清洁口腔 预防蛀芽的功能 那第二个通道就会进到了食道 那食道的部分 它本身其实并没有分泌 任何的消化液的功能存在 它只是一个通道 来让刚刚在口腔里面 已经咀嚼变得比较小的一个食团 能够往下运送 那食道跟胃相交接的地方 我们称为喷门 这个喷门的位置 太紧太松都会出现症状 譬如说如果太紧的话 那就是喷门食道迟缓不能 那如果是太松的话 你已经进到胃里面的食物 可能会因为你姿势上面的一个转换 或者你可能打一个隔气的一个动作 可能食物就会从胃里面 往上又淹回食道的一个部位 那我们就称之为胃食道逆流 那不管是太紧或太松 其实都会对人造成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那接下来就是进到所谓的胃 从食道把食物送到胃的部分 那胃它主要会分泌三种物质 包括有胃蛋白霉源 盐酸 还有内在因子 那前面的这两者 胃蛋白霉源跟盐酸 他们两者是互相帮助的 也就是说有盐酸存在的情况之下 没有活性的胃蛋白霉源 才能够转化变成可以消化蛋白质的胃蛋白霉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必须要有足够的PH值的酸性存在的时候 胃才能够来分解蛋白质的食物 那内在因子 它主要则是跟维生素B12的吸收有关 那如果B12的吸收不足的话 就会出现所谓的恶性贫血的一个症状 好 那食物进到胃之后 通常大概会经过二到六个小时 它就会完成在胃里面的功能 而把食物往下继续送到小肠里面去 那为什么会有二到六小时这种的差距存在呢 它是跟食物的性质跟种类是有关联性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是属于糖类 或者是液体的食物的话 消化速度就会很快 但是如果是属于固体 或者是属于脂肪蛋白质这一类食物的话 它消化的速度相对就会来得慢一些 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如果你这一餐吃的食物是稀饭 你可能就会觉得 怎么一两个小时之后 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 就开始饿了 但是如果相反的 你这一餐有吃比较多的肉类的食物的话 你就会觉得饱足感的情况 好像可以持续比较久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好 那下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会来谈到小肠 小肠的结构 刚刚有提到 它分成三个部分 十二指肠是负责跟胃相交接的一个部分 那小肠是食物主要的消化吸收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大肠的部分 大肠不具有分泌消化液的功能 它只负责吸收水分 然后排除废物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大肠的食物 会把刚刚所在小肠 把营养吸收掉了之后 剩下来残渣 它就会变成粪便 经由肛门口的一些的扩约机 在适当的时机 它就会把它排解出来 这就是大肠它进行的一个角色 好 上面我们所谈的这一些 都是属于消化通道的一个部分 那我刚刚说过 单纯只有消化通道 其实对于食物的吸收是没有太大功效的 所以需要一些附属的构造 那我们要来谈两个部分 一个是肝脏 好 那肝脏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肝脏的一个位置 上个礼拜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有提到身体各器官的一个部位 大家还记得肝脏的部位在哪儿吗 没错 是在右边 右上腹部 那肝脏是位在腹腔的最上端的部分 它是直接顶着右边的横隔膜的上面 那一般正常人 它的肝脏的一个位置 是不会超过右边的肋骨的最下面 我们称为右侧肋下缘 那右侧肋下缘 我们因为它通常肝脏不会突出来 所以你在肚子上面基本上是摸不到的 好 这是肝脏的基本的一个位置 那肝脏它的构造 还有它的生理功能呢 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线体 含有非常多的血液 血流量非常的大 它的功能包括有像跟免疫 细菌的吞噬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如果你的肝脏功能不好的话 你可能就变得很容易有感染的问题 它还跟一些营养素的代谢有关 包括脂肪糖类跟蛋白质的代谢 所以肝脏功能不好的人 普遍都会比较消瘦 因为它这些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功能 也会比较差一些 它还跟凝血功能有关 所以如果它出现障碍的时候 病人身上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很多乌痴 莫名其妙就会有很多污倾的一个发生 这就是跟凝血功能有问题 有关联性 肝脏还跟药物还有毒素的新陈代谢 跟排泄有关 那换句话来讲 肝不好的人可能比较容易会容易有药物中毒 或者是毒物中毒的一些的现象 好 这些是肝脏很重要的功能 那其实肝脏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分泌胆汁 那大家会说 老师你有没有讲错啊 胆汁不是胆囊分泌的吗 那是错的 胆汁是由肝脏分泌出来 经由胆道送到胆囊 去加以浓缩 加以储存 那当有食物进来的时候 特别是脂肪性的食物进到胃里面的时候 身体就会接收到这个刺激 然后就会把胆囊里面的胆汁 输送到小肠里面去进行脂肪的消化跟吸收 所以胆汁它跟脂肪的利用 还跟维生素 脂溶性的维生素有四种 维生素A D E K的吸收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肝脏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会帮助来代谢红血球 那红血球正常的生命周期 大概是120天 它可能就会死亡 那所以肝脏它代谢了这个红血球之后 最终的产物叫做所谓的胆红素 那这一个肝脏如果出现问题 胆红素的排除就会出现了障碍 那排不出去只能待在哪呢 就只好在血液里面继续被堆积 那就会出现你验身体健康检查 胆红素的值就会一直上升 那我们一般在外观上面看出来的症状 就是病人会出现有黄胆的症状 那黄胆的症状 就是病人可能皮肤会变得深黄 或者在眼睛眼白的部分 也会出现黄色的一个现象 好 这就是所谓的黄胆 好 所以刚刚讲了这么久 都是在讲肝脏的一个功能 所以肝脏是不是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 那消化系统最后一个 我们要提到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构造 就是所谓的胰脏 那胰脏它位置 大家还记得吗 它位置是在胃的附近 那它同时具有分泌三种消化液的功能 可以来帮助分解蛋白质 脂肪跟糖类 全部胰脏它所分泌的一液 都可以来吸收 来分解这些的食物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分泌胰岛素 那胰岛素的这一个角色 是帮助血糖的利用 换句话来讲 当你的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时候 你的血糖值就会开始飙高 那出现的一个诊断 就叫做糖尿病 好 这个是胰脏的一个功能 好 那消化系统我们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第四个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它包含哪些构造呢 它包含肾脏 它的位置位在腰背部的腹腔 也就是靠近后背的地方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输尿管 那输尿管 把肾脏所制造出来的尿液 往下输送 然后到膀胱的地方 去把它储存起来 最后经由尿道把它送出去 那我们来讲说 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觉得 肾脏在腰背的那个地方 如果有酸痛的话 是不是就表示我的肾脏不好 甚至有些人还会联想到 男生如果腰酸背痛的那个地方的话 那可能表示他的性功能 是不是也出现可能有一些的问题 其实这些的问题都是不互相连贯的 换句话来讲 肾功能好坏跟性功能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好 肾脏它有两个左右各一 它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制造尿液 那它为了介绍制造尿液的这个过程 它可以把水分排除出去 把一些的肺物电解值 做一个完美的一个调控 所以它是维持体内血液的平衡 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我们整体而言 一天的排尿量 当然跟你喝下去的水分量 是有关联性的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一天的排尿量 大概是1000cc到1500cc 那当你的尿液经由输尿管 储存到膀胱的时候 当大于300cc 多于300cc的时候 其实你的膀胱上面的神经 就会受到感应 它就会把这个讯息传递到大脑 让大脑产生尿液感 那大脑就会来判断 这个时机点 适不适合来解放 适不适合来上厕所 如果大脑判断说 现在适合好 它的尿道的扩约肌就会松弛 就会产生解尿的动作 如果相反的 它就会让它的扩约肌紧闭 然后你就憋尿 赶快跑到适当的地方 去进行排尿的一个动作 好 那谈到这里 我们大家 或许可以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小孩的话 一般家长都会很在乎 就是小孩子什么时候 来进行小便训练 那有了刚刚我们所解释的 这样一个概念之后 大家应该要 有了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可不可以控制小便 是跟你的大脑意识来判断 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换句话来讲 小孩子如果太小的时候 开始进行小便训练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脑神经 跟膀胱之间的神经的协调性 根本还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无法控制好排尿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的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进到 我们的第五个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 我们会谈到人体的现体 包含外分泌线跟内分泌线 外分泌线又称为有管路的线 又称为有管线 内分泌线是没有管路来去运送的 叫做无管线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像外分泌线包含哪些呢 像我们流汗是不是有汗线 妈妈如果要补育母乳 是不是会有乳线 把乳汁运送到乳头的地方 或者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各种消化液 譬如说肝脏所分泌的胆汁 是经由胆道运送到胆囊 去储存起来 这些都是由管路来去输送的 这些的线体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外分泌线 那另外一种叫做内分泌线 内分泌线我们一般人 又可以把它称为 譬如说像荷尔蒙或者激素 你可能都会有听过这一些的名词 这一些的内分泌线 它本身并没有特定的管道来输送 而是经由血液的流动 来把这一些的所谓的荷尔蒙 运送到全身的各个部位 来去发挥作用 那你可能会听到的荷尔蒙 譬如说像甲状线 负甲状线 或者是生长激素 或者是搞固酮 这些都是属于没有管路来运送 而需要靠血液运送到全身的一个线体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荷尔蒙又称为激素 它加上所谓的神经系统 其实它是控制着全身各个部分的生理功能 它来去做所有的一个协调 所以它的角色也是非常的吃重的 那课本接下来的一个段落的部分 有跟大家介绍一些常见内分泌失调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的健康问题 跟健康的一个诊断 那这边我就不再详细的去叙述 大家可以好好地来仔细研究一下 这一个内分泌线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 好 那我们来把这一个系统做一个总结 每一个线体其实都是各自独立的 但是其实它们又是互相相辅相成的 它们的作用其实是互相协调 那有时候我们出现的症状 是属于下游器官出现的一个症状的障碍 但是其实有可能并不是最末端的问题 有可能是上游器官而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概念希望大家也能够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个系统 也就是血液跟淋巴系统 血液流动在血管里面 前面在心脏血管系统里面 大家可以已经知道血管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三种种类的血管 动脉 静脉跟微血管这三个层次 那其中全身的总血液量 有将近64%都是储存在静脉系统里面 所以有人又把静脉称为除血之库 因为它包含了最多的血液量的存在 那血液的成分可以包含有两类 大家可以从荧幕上面的这一个表格 可以看到血液可以分成血球跟血浆的一个部分 血球又可以分成三大种类 红血球它负责输送氧气 如果不足的话就会出现贫血的问题 白血球它负责的是对抗外来物的像细菌 病毒 霉菌或者甚至肿瘤细胞 这些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那如果这个白血球量太多或太少的话 我们就称为血癌 就是白血病 那血小板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是负责凝血的激转 就是让我们人体不要自发性的一个出血 所以如果血小板出现障碍不足的话 可能身上如同刚刚我所提到肝脏的一个疾病 可能就会有一些容易有无倾的一些现象出现 或者是刷牙的时候 血流的状况会非常的严重 血流不止 这些都可能是跟它的血小板的功能有异常有关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叫做血浆 血浆的成分包含当然一定会有水分 还会有白蛋白 那白蛋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是形成血液的胶体渗透压 那这个胶体渗透压所呈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身体的水分的一个分布 到底是分布在细胞里面还是细胞外面 那如果它不足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在右边 你们可以看到不足的时候 会出现全身水肿的症状 那白蛋白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它也代表身体的营养状况 所以如果到医院去做健康检查 病人的白蛋白的量很低的话 医生可能会说 你的营养不太好 那我们来打个蛋白好了 白蛋白好了 就是这一个缘故 那血液的血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球蛋白 那球蛋白跟抗体跟身体的一个免疫功能 是有关联性的 那如果球蛋白不足的话 也是一样容易会有感染的一个现象 那最后一个血浆所含的一个成分 是叫做纤维蛋白 它是跟凝血功能是有关联性的 讲完这一个表格 那跟大家补充一个医学薪资 刚刚我们提到白血球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可以对抗细菌等等等之类 那其中还有一个 是不是它其实是可以对抗我们身体的肿瘤细胞 那我们前面的讲次里面有提到 恶性肿瘤其实是我们现在国人非常首位的 已经残联32年的主要的一个死亡原因 所以现在有一大群的科学家 尝试来怎么样子强化白血球的一个功能 试图能够让白血球辨认出来说 肿瘤细胞属于不好的细胞 必须要去攻击它 那如果我们的白血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的癌症发生率 应该会可以降低非常的多 也就不再会因为现在的一些的治疗方式 像化学治疗 放射性治疗 可能都会让病患们遭受非常强烈的 一些的副作用的一些的毒害 好 那这是我们希望 未来我们的科学医学能够进展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系统 我们就来看到第七个皮肤系统 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组织器官 它可以包含上下两层 也就是所谓的表皮跟真皮这两层 那它还含有一些附属器官 比如说像毛囊 汗腺跟皮脂腺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可以流汗 为什么我们一整天下来 流汗了之后 身体可能还会黏黏的 油油的 就是因为有这些附属器官的一个存在 那课本上面有提到有六点 就是皮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那前面我要特别强调前面几点 比如说它主要的功能是保护 皮肤底下的一些的组织跟器官 那还能够预防跟防止异物的入侵 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为是 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第三个功能我们讲的是 它可以透过排汗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来调节我们的体温 还有保持水分的一个部分 那这三个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我们大家就可以联想一下 这个有很重要吗 好 大家回想一下 譬如说假设有烧伤 前一阵子我们有非常严重 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严重的一个烧伤 很多病患的一个烧伤案件 烧伤的病人为什么说它很危险 可能死亡率会很高 特别是烧伤的面积越大的话 大家回想刚刚我们提到这三个皮肤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保护内在的器官 不受到外来细菌的一个侵犯 好 那当你的烧伤的面积越大 也就是说你的表皮损伤的越多 所以你是不是失去了这些的保护 所以外在一些正常的常见的一些的细菌 你完全都无力抵抗 它全部轻而易举的就入侵 除此之外 你的皮肤烧伤的面积越大 你的水分无时无刻都在蒸发 所以烧伤的病人容易会有脱水的问题 容易会有血压不稳的一个现象 然后因为身体也没有表皮的一个保护 所以随时都在散热 所以它们会出现低体温的一个症状 所以大家就可以连结 皮肤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 但是其实对于人体的功能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这三个功能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他这三项的功能 它还有可以活化维生素D 那活化维生素D 这也是大家 因为骨质疏中症 是我们国人也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钙质的吸收 你要预防骨质疏中症 单纯的补充钙片有用吗 其实是效果有限的 因为你的钙的吸收 必须要有活化的维生素D 才能够被肠道所吸收 那一般我们的维生素D 存在于皮肤下面 是必须要接受到日光的照射之后 它才能够变成有活性的活化维生素D 这样子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理解 那第五跟第六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看 因为它是跟感觉神经的接受器 也可以来维持身体的一个美观的一个部分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第八个系统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好 人的身体 我们刚刚说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 它分别都是来调控人体很重要的一个 生理的恒定性稳定性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说神经系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系统跟周边神经系统 那我们可以从画面可以看出来 好 在这一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经系统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属于脑跟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 还有位在周边的周围神经系统 那我们先来看上面的部分 脑 我们前面有提过它分为四个部分 这边我们就不再重复讲了 除了这四个构造之外 还包含有12对的脑神经 那这12对的脑神经 它的一个功能主要是负责 脸部的五官的感觉 像你的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还有脸部的动作 所以换句话来讲 12对脑神经它主管的是 面部的感觉跟动作的部分 好 那我们回到画卡上面 我们来看脊髓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段落 从颈椎 胸椎 腰椎 肩椎跟尾椎的一部分 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脊椎的一个部分 它分别控管的部位都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受伤伤到颈椎的时候 它受伤部位以下的所有功能 都没有办法执行 那它分出来总共有31对脊髓神经 那这31对的脊髓神经 末梢神经它主要的功能 它负责管理的是 躯干还有四肢的感觉跟运动 不知道大家对于中枢神经系统 这样是不是能够理解 那我们回到画卡上面 来看神经系统的另外一个部分 也就是属于周边神经系统 周边神经系统分为运动跟感觉 它的分法是这样子来分 那感觉神经元就是负责把周边神经 它所感应到的刺激 传到中枢神经这边去 那所以譬如说像 你可能手可能感觉 有人有握你的感觉 紧握的感觉 这就是由感觉神经负责输送的 那运动神经元 好 它感觉到说有人有握手 对你有这样子一个压力出现 那我现在是要回握呢 还是我就让它握着 或者另外一个例子 你摸到一个烫的一个东西 那很烫的情况之下 你的感觉神经把这个冲动 往上传传到中枢神经去解读 说这个很烫 必须要赶快躲开 你的运动神经 大脑就开始释放命令 运动神经的命令出来说 手赶快移开 所以周边神经系统 是负责把感觉 从周边传输到中枢神经 去加以解读 判断了之后 再把它传送出来 到运动神经来去执行动作的 一个表现出来 好 那这一些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 它是不是正常呢 其实是靠一般的抽血 或者一些的S光的一个检查 可能其实看不出一个端倪出来 那这种情况 你会去找神经内科的医生 医生会跟你做的一些检查 可能会简单叫你做一些的动作 看你是不是能够做得出来 那我们称之为理学检查 好 这个是第八个单元 神经系统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第九个部分 我们来谈肌肉跟骨骼系统 骨骼它负责支撑身体的一个骨架 它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让我们的肢体 能够随意的运动 它们可能会受伤 可能会折断 甚至也可能会有感染 甚至也可能会发生 有肿瘤的现象 那除了肿瘤 早期可能没什么症状之外 其余的都很容易早期就发现 那第十个系统 生殖系统 大家这个部分可以来研究一下 看看如果出现男女生不同的时候 该看哪些特别的医师 那第十一个部分 我们谈到的是免疫系统跟感染这个部分 大家要能够知道 免疫系统一定会谈到两个概念 就是抗原跟抗体 抗原指的是外来的物质 我们人体需要去抵抗的 抗体是人体因为有抗原的存在 而去产生出来 去对抗抗原的一些军队 阿平哥 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讲 那当抗原跟抗体 这两者的作用不协调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免疫疾病 那大家能够去分辨 像过敏 免疫跟风湿这三类就很够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上课 就将到这里做一个结束 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回去消化吸收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词